恭喜發財 大年初一 和大家走大運吃好東西 幫你新一年, 試試順利 先來一家大小吃農年大餐 再去樂富吃賀年海獅餐 最後來個火辣辣又喜慶的泰國菜 在樂富這間有市區漁村之稱的海鮮酒家 海鮮款式多又新鮮 小菜又煮得夠火候 聽說不少人慕名而來吃飯 趁著新年, 就讓我們帶大家 去吃賀年海鮮餐, 賀一下吧 我們以大紅大紫的造型, 迎龍年 太好了 我們很貼切 手指有氣 對, 還有我們今天吃這個新年的菜式 其實真的挺精緻 而且我想說是好好而投足 我要先問一下這個, 這個是什麼 好, 這個其實是大吉大利 看起來像一個吉 但實際上其實是南瓜酥 南瓜? 我想拿它來玩玩 這個南瓜酥很脆 很好吃? 好脆 不過南瓜餡是有點軟鵝 這個味道是鹹水角, 是嗎? 鹹水角裡面的質地嗎? 對 像鮮韌韌一樣 坦白說, 鹹水角很好吃 因為它這個酥炸的皮 比平時的鹹水角更脆 而且我覺得甜度又是剛好 我吃的時候, 又有一種淡淡的甜味 我要追加 對, 原來後面有奶黃在裡面 而且你吃到差不多 你感覺到南瓜的味道嗎? 對 現在南瓜的味道是後勁的形式衝上來 對, 不如先吃這個蘿蔔糕 這個還不是步步高星? 對 祝你步步高星 謝謝, 祝大家步步高星 我想說回, 吃到我婆婆的味道 算是阿婆的蘿蔔糕 對, 但因為我真的每次新年 去我婆婆家吃 她都會做很多蘿蔔糕給我吃 吃下去真的有家常蘿蔔糕的味道 你說開, 我說全世界的婆婆 都會做蘿蔔糕的時候 對 因為我婆婆也是做蘿蔔糕 即是健在的時候 然後我想介紹這道菜 叫做法財好事大利 法財就是那些法菜 是 好事就是有蠔糕 那條利是來自豬利 所以也是很有意求的食物 但我特別想介紹一件事 介紹它的金蠔 這個金蠔其實是來自神舟 是 神舟一聽就知道好東西 因為很有吉祥的感覺 我們連火箭也叫神舟 北望有神舟, 代表好 它是在散尾的地方 剛才當負責人跟我說的時候 我是很有親切感 因為我本身是散尾人的爸爸 我試了一塊冬菇 首先是巨大的冬菇 是 譬如是蛋芽 而且它是吸收所有這個菜的質 我覺得它的質做得很出色 真的非常香濃 我要稱讚這個蠔 它第一個感覺給我 我以為是鮑魚 因為平時的蠔 蠔屎會很硬 好像是擺了80年 是刺不開的 重點是什麼 它沒有炸 平時吃的金蠔 有時候會有很多… 好像有些髒東西 散散的 我不敢說是糞 但我猜是有些髒東西 通常有些 其實我還聽到 剛才負責人說 它那個位置 就是產地 是海水和河水交界地 那裡有很多微生物 那些蠔特別多蠔味 再加上很多時候有些蠔 在做成這些蠔屎之前 是會先做蠔油 所以那些精華其實是給蠔油 但它沒有去做蠔油 真的原裝地用來做蠔豉 蠔的味道真的比較厲害 還有Tina 下面還有生菜 生菜就等於生菜 我覺得是挺好的 真的每樣東西吃起來 都好像一個意頭 非常有心思 介紹主角 他叫做龍馬精神 因為有龍蝦 那隻龍蝦也很精靈 就是龍馬精神 特別之處就是 平時外面可能會是 衣麵、河粉等等 但這個是煎米粉 我也喜歡吃的 但其實說真的 真的心情像坐過山車 我試過吃的煎米粉真的很難吃 是難吃,不是味道 是很難吃到的 它煎得很黏和很韌 新年快 我猜這個好吃的 新年進步 進步的快樂就掉下去了 所以我們做個活動 很少說新年快樂 你教育了 有些人會說 那些快樂就掉下去不好 叫進步,就好吃 它那些麥粉很分明 而且它煎得剛剛好 它真的很薄,一片脆口 但裡面有一點點黏韌的感覺 還有我想說它的龍蝦汁 真的很好吃 好像很濃的上湯 它熬了很久的醬汁 它真的是上湯 而且我為何說它分明 是 你看一條條是很清晰的 很好吃 我要吃龍蝦 我也要吃 超級大 很大 先蘸多點醬汁 我都蘸多了 說真的 我覺得過年吃龍蝦真的很好 因為我試過有一年 通常還沒出去訂桌吃飯 和家人 那年是 不知道誰說 不用吃龍蝦 這麼貴 如果你要龍蝦 可能要加幾百元 然後我有一個親戚 很大反應 行不行 她說 大家為何呆了 要這麼生氣 她說新年吃龍蝦 除了農年的時候 就是龍蝦精神 重點是她說那種豪華的感覺 就是你會令到整個吃新年菜的時候 那個級別提高了 比較珍貴 然後她就覺得 這麼難得賀年新年的時候 一家人一起吃 你當然不可以寒酸 她說這個一出就不會有寒酸感 這個真的每一次在茶樓吃新春飯 不會少得的菜 這個很適合演藝圈的朋友 叫做當吾炸子雞 我要請你吃雞給你 謝謝 快就長大了 謝謝 當吾炸子雞 我自己會比較關注她的皮 是 當然肉也重要 但皮我會覺得 第一一下 你覺得它好不好吃 有時就是取缺於那塊皮 夠不夠脆 那這塊皮是很脆 而且很薄 但是我反而喜歡吃肉 是 它真的每一口都是肉 有時吃炸子雞 我很怕吃到那層肥膏 是 我這個雞腿沒有 真的沒有肥膏 只有我放一層 因為它很薄的肥膏 所以吃下去不會油膩 對 也對 新年說真的 吃這麼多油膩的食物 對健康不太好 對,你肥膩了幾磅 你沒有 你覺得如何 我覺得今天最驚喜 是遇到我的老鄉 是 就是來自神州 其實根本我也不知道 我不是來自神州 但是我爺爺的祖先就是 散美人 剛才有同事問我 是嗎 你很熟悉的 其實我還沒回去 我新一年的願望 就是希望有機會再回去散美 吃好東西 因為我聽聞 現在也有很多好東西吃 是 我的新年願望 就是繼續吃多一點 然後不會肥膩 你根本不會理你一組運動 對,而且我真心覺得這間餐廳 反而令我最驚喜是這一個 不是嗎 因為說真的 我覺得農蝦衣麵也好 甚麼麵也好 其實都是一個很普通的信材 就是我覺得 怎樣呢 好像你這樣說 怎樣都會有人叫 但它又不會因為怎樣都有人叫 而不創新 這個我覺得創新米粉 是值得一讚 真的很好吃 你說到一個點 我也覺得很認同 就是我們進來的時候 感覺這間是一間很親民 有很多街坊會來的酒樓 是 然後就像你說的 原來農蝦有配過煎米粉 是 我覺得是有創意 加了傳統親民的酒樓的感覺 不錯